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在屏幕左侧的吃豆豆人 Loop函数有两大功能部分 一是飞出豆豆 二是响应蓝牙数据 屏幕上任何时候都有四颗豆豆 分别由四个形式相同的程序段绘制 我们以其中一颗豆豆为例 首先 由Full Circle函数 把前一个位置上的豆豆擦除 再绘制一个新的豆豆 其X坐标向屏幕左侧移动一个像素 于是我们看到豆豆不断地从右向左移动 如果IF判断出来豆子的X坐标接近吃豆豆人 再由一个IF结构 判断豆子的垂直位置 是否在吃豆豆人的高度之内 如果是 说明豆子就在吃豆豆人的嘴边 通过一个擦除豆豆的操作 模拟吃豆的动作 接着在屏幕最右方重新生成一个垂直位置随机的豆子 Eaten函数中主要是判断 是不是吃够了五颗豆子 如果吃够五颗 则吃豆豆人要变大一次 Next Bean函数在这里更新屏幕上吃掉豆子的数目 如果豆子从右向左移动过整个屏幕 而没被吃掉的话 由一个IF结构 重新在屏幕最右方 生成一个垂直位置随机的豆子 其他的三颗豆子的生成 运动 吞食 重生的操作都是完全相同的 在蓝牙部分 如果接收到字母U或D 说明用户按了手机的向上键或向下键 相应的把吃豆豆人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两个像素 由Pugman Choice函数 对吃豆豆人进行重绘 同时判断吃豆豆人是不是要变大 这里共有四种规格的吃豆豆人 其图片都保存在四个预存的文件中 字幕志愿者 rage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off the way i dropped it put it in his pocket put it in his pocket off the way i dropped it the way i dropped it the fifth day the fifth day the eighth day the fifth day the fifth d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